21題 根據表格的數據 下列哪一個圖形可以表示 甲一兩彈簧 生長量與 砝碼重量的關係 那這裡的表格就是他在一開始的時候給了這個表數據 然後呢 實驗數據如下 那我們 跟各位說過 老師通常解題的時候都是用 為他搭起有樂槍來解決 我們看到甲彈簧 他的重量如果增加50克重的時候呢 他的生長量呢 會生長多4公分 然後呢 每多增加50克重的力量呢 生長量呢 都會多出4公分 同時我們看到乙 乙呢 這裡的重量也是增加50克重的重量 然後生長量呢 也是多了4公分 然後呢 增加了50克重的力量呢 生長量呢 也是多了4公分 也就是說 我們的甲跟乙 在增加相同的重量的時候 他的生長量的變化是一樣的 也就是 甲跟乙 他們的生長量跟重量的關係的變化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面圖形裡面 只有豬選項 可以告訴我們說 甲跟乙兩個圖形重疊 他們兩個的變化量 生長量跟重量變化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們第21題的答案呢 要選的是豬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看一看 我們來看看